晚上好,今天我已经出来礼居五天,第五天了,你看现在这个太阳能还在发电,现在我的电压还是26.2,还是很满的状态 因为今天要出发去下一个地方嘛,所以电根本用不完,所以今天就烧点水,因为我每天都要用这个水壶烧水,为什么?因为电都用不完 烧点水,洗涮啊,还有什么,熬粥什么的 这个电水壶是我车上唯一的一个大功率的电器了,但是我也选的是大功率里面比较小的,1500瓦 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用电就是早上和晚上,还有中午会烧水,用这个烧水 然后就是用我的笔记本电脑,那个充电什么的 然后中午还会做一顿饭,电饭包做饭 电饭包是24伏的 我那个卫电里面也有 这个就我整天的,一天的这个用电情况 就这种情况,我已经,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 电还是非常满的状态,因为白天还有太阳能的补充 再加上我主要做饭都不用,不用电啊,做饭主要用液化器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出门在外这个电的问题 我现在就在车里面用这个液化器灶,用这个液化器灶做这个粥 把这个馒头直接放在这个锅盖上面,它一会就热了 很方便,不用专门去吞它了 我车上电瓶是24伏320,太阳能是400瓦 太阳能就那种普通太阳能,无炸的 在我的这个卫电里面也有销售,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人员这样合理分配吧,你就不用太担心这个人员的问题 尤其像我这样,出来今天是第五天吧,因为今天还要去下一站吧 去这个朗武当那边,他车还会行驶,行驶当中还会发电 所以说基本上就根本就无需担心电的问题,随便用 当然了,所谓随便用也不是说完全任性啊 因为你,如果你完全都用这个店来做饭的话,那就不好说了 而且店做饭未必香哦,还是有火的,有火来炒菜,炒出来的饭才香 一会儿呢,我去再煎点儿鸡蛋和培根,早餐就齐了 把培根煎一煎,早餐必备,然后再煎个鸡蛋 用硬化器做就是快,而且好吃 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意大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75例 累计确诊213,013例 新增死亡病例236例,累计死亡29315例 意大利当天新增治愈病例2352例 累计治愈人数升至85231人 现有新冠肺炎患者人数比前一天减少1513人 降至98467人 意大利总理孔特当天表示 目前各国应优先考虑加强合作 这对战胜病毒和维护全球健康极其重要 根据法国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五号 法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132,900 母带宝宁 необход计则 喂 喂 喂